iPhone 15 Pro怎么样 让我先来喊出四个大字 我直接先说它今年最大的优点吧 你可能想不到 是它的经营按钮 将以往的波动式替换成了 类似Home键的振动反规按钮 同时还可以根据点按次数 或者长短按来进行功能的自定义 比如手电筒 录像以及打开App等各种快捷操作 听着是不是还不错 是的 这是它唯一还比较出彩的地方 材质则是苹果经营的主打卖点 替换成了全新的钛金属材质 整台机子就像铁打的一样 边框有一种看起来用指甲刮一下 和很难受的感觉 颜值确实还真挺帅的 并且和事物标准版一样 接口替换成了C口 并且不换就不让卖了嘛 芯片则是搭载来17 Pro 是的没有17只有Pro 上了3纳米 性能提升只有20% 号称是最好的游戏平台 说实话是牙高级的 二人非常迷惑 毕竟每一个来问我iPhone购买建议的人 我都会让他们等等158 我和他们说 今天的芯片肯定巨猛 但这个20%的提升 真的很让人尴尬 稍有不同的点 就是提供了硬件光追技术 对游玩体验的提升 应该会还不错 注意是体验 但说实话 苹果这两年 联动了那么多游戏厂商 App Store上 连一个能耍玩的都没有 真的有点说不过去 其次就是影像 先说优点 支持Log模式 对喜欢拿手机拍摄的 专业人员来说 这点更新确实还不错 像素方面 也还是4800万像素 支持5倍变焦 以及录制ProRes 4K60升的视频 可能性确实变多了 但对普通人群来说变化还真不大 并且如果你打算买卫生Pro 想体验它的全景照片 以及视频功能 你也必须得用它来进行录制 刀法非常精准 只割富人 放售价也和去年一样 Pro999 Pro Max 1199 绝位15日发售 以上就是15Pro的全部内容 是的 没了 遥遥落后 除此之外还发布了两款新Watch 以及和14Pro 没什么区别的F15标准版 最后 我建议每个人都能去看一下 今年发布会的环保短剧 凌晨一点 原来是给我尬精神了 真用你的库克奖